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球的啊 如果我再從外國運過來啊 那個老實聽你可以看到吧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今天我們來到了這一間 OK 這一間辦公室 就是來來來來 你們還沒看過我們的這個同事 他叫他名字叫William OK 還有這個Sebastian OK 他們是專設計那些公司的 這些大公司 對嗎 所以他們的工程是很大的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一間呢 來跟你們介紹一下這間 我們整間我們設計的 還有幫他打造全部的東西 那誰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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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花了多少時間 還有錢 你要補充 欸 William 所以這邊的設計是以什麼為主 我們 這個客人之前有自己的概念 然後我們當然是配合了他 基本上我們要的概念是 contemporary的 配一點minimalist 你會看到有很多花花綠綠的 草色在裡面 因為是他們喜歡的 他們比較喜歡 還原 OK 這邊呢 我們用了多久的時間來把它 弄完 全部的東西 這個裝修 去年 不是 今年年頭開始的 差不多五到六個月我們做完它 這個設計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很多東西是訂製外國過來的 例如那個玻璃這個圓的玻璃也是從外國訂過來的 所以會花一點時間 然後這裡的裝修這個面積多大 看起來好大的這邊這個地方 這個面積差不多有五千八百方程 可以容納差不多四十個工人 我這樣還挺大的 然後 最重要的是價錢 這邊裝修到來大概花了多少 三百五到四百千 三百五到四百千 這樣還好五千八百 因為 畢竟還有一些很大版的設計 我看到還是挺漂亮的 對 我走一圈看嗎 來走 來走 OK你看這裡就是我們的入口 所以你一進來的話 左手邊就是我們的Dry Pantry 所以你看我們的Dry Pantry 這邊可以容納八個人 所以 他們公司有什麼 Event 生日 派對全部都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說Dry Pantry 那因為這邊沒有洗手盆 也不可以煮 所以叫Dry Pantry 所以你看特地他們買了這個特製的拼除 就是來entertain他們的customer 然後客人全部都在這裡 有東西也是 其他部分都是在這邊 然後這邊你會看到 這裡是他們工作 跟 談公司的地方 But it's more casual OK 所以這邊總共有三間 所以可以容納六個人 每一間 所以你不想在桌子上工作的話 你客人來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邊談 所以你現在看到了這個地方 對嗎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我介紹一下 這整個地板 你看到有兩種不同的風格 啊 就是 有人家知道這個是用菜的地方來的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Inten top 對嗎 Inten top也是用不同的surface top 來做finition 的 然後你在特別特別留意的話 你看到這些櫥對嗎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所有的櫥都是代辦人的 啊 所以是有風水的結構 然後也是比較安全 所以呢 就是說 他們現在這個設計的 中體來講 是一個有一個 的顏色好像是 很natural 的顏色 因為這裡有 有了那些綠化的啊 木的啊 還有白的啊 連它的地板也是跟著一樣的 所以你也看到 啊 這個是我們很驕傲的 客人最喜歡的 啊 他們的招牌 看完了 這個open meeting pop了 對嗎 我們就進去那個 所以我就說了 客人很特別 客人很喜歡圓的 所以他們看了風水 你看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半圓的玻璃 很貴很貴 特別定做的 然後這裡面呢 你看 這個surface top 又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很高科技的一個 你看到它的器材 全部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客人喜歡 歡叉 然後 minimalist 所以做到來 這個就是很cozy 然後又很professional的一個board room 因為這邊的東西 都是比較高科技的 他們有時候跟外國的客戶啊 談那些東西 比較細節 比較什麼 很需要那些technology 來support 還有一點 就是 他這張燈 這張燈 你要介紹一下嗎 這張燈是可以調的 哦 所以什麼形狀都做得出來的 只要你有那個 你有那個 你有那個 他們很 什麼形狀都做得出來 它是可以熬下來的 對 哦 這個很特別耶 可以弄上去 就是轉 對 哦 OK OK 哇 這個也是從外國 對 這個全部都是外國訂回來的 OK 那我們現在 我們再去看下一個房間 下一個房間也是一模一樣的 對 它總共有兩個大的會議是足夠給十個人在裡面的 所以這裡啊是多一個 meeting room board room來的 也是for impact的 你留意到他高科技裡面啊 這邊還有多一個新的器材 這個是它的EVIC track system來的 啊 所以它全部的東西都是 兩個人進去那個 conference table的 啊 所以包括這些東西 對嗎 全部都是倒根進來的 嗯 所以就是說 他們這邊 隨時隨地的 你需要多少個插頭 你就可以加多少個插頭 對嗎 對 這樣兩間的設計 都是一樣的 嗯 OK 然後我們往前走 我看到這個外面的這個燈啊 很特別 全部都是特製的 這是我們 訂製的嗎 訂製的 全部訂製的 哇 它這個燈全部都是訂製的 你看它全部上面 到了它的那個open office area 所以open office area 你看到這邊有幾個特別的東西 第一點它的桌子的形狀是不一樣的 跟普通的桌子不一樣 然後你特別留意的話 你看得到它的燈 對嗎 是跟著桌子的形狀的 所以它全部的燈都是特製之類的 所以說呢 就是說你 你的桌子是一個Y字形 它的燈也跟著搜一個Y字形的 對嗎 對對對 好了 這間5800平方尺 裝修費大概在35到40萬的這間公司 我們就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見吧 今天我老闆請吃飯 你看 嘿嘿 嘿嘿 接下來還有什麼大根層嗎 大根層一定有 只是不可以講耶 對 暫時不能講 到時候我們做完了 才拍給你們看 也帶他跟Sebastian 他是幕後的那一個 靜靜幕後的那一個 下次我們就找他來解說 比較好 OK 好 OK 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見吧 Thank you